漁船一進港趕緊分工合作 把透抽和蝦仁陸續卸貨 一旁工人蹭重裝箱上貨車 就怕辛苦捕撈的漁貨全沒了 基隆正面漁港台風前 擠滿了卸貨的漁船 而同樣為了減少損失 基隆必殺漁港遊艇碼頭區 停滿了50多艘的遊艇 以前颱風都請人在現場看守 但這回煙花颱風 影響時間可能超過一天 為了避免遊艇碰撞 擠來擠去 大家合力出資請來了大吊車 一一將遊艇吊上岸 那個煙花颱風過來 這一次看起來蠻大的 那我們必殺港內這些船組都很配合 這黃台的這些措施 然後因為有吊車來就 而且市政府也提供這麼大的戶地 讓我們把這些船能夠釣上來 讓船組能夠安心 以免產生不必要的意外 吊車費用是這樣子 我們請吊車從早上開始釣 我們先統計一下 要釣的船隻 然後一起一次把它釣上來 釣上以後所有的費用大家一起平攤 市政府產發出人員 一早就在現場 協助船組將遊艇釣上岸 系上纜繩固定 做好方台準備 颱風可能會直接從北部來 那這些小船 因為原本都停在這個 會月底的地區 所以為了安全氣墊 傳統來說他們小船的部分 都希望能夠把它釣上岸置來 比較安全 集中做這個岸置 那今天開始早上就有 在區區的二十幾艘船 將近三十艘船 都會進行岸置 那統一由這個釣車來安排 規劃把它安排 煙花颱風來勢洶洶 金融漁港 有艇不敢釣魚清新 全力做好防台工作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